原标题 数量是以万来计算的 其实 把四君子放在一起 要感谢一个名叫黄凤池的明朝人 他搞了一本梅竹兰菊四谱 从此 四君子就相提并论了 中国的文人 喜欢给实在的东西添加人文色彩 指东达西 指桑马白 套路很深 从历史上看 四君子都有自己的代言人 提到四君子中的任何一个 就会想起对应的文人 虽是一家之见 却也别有趣味 为代言人林布 这个选择是让人很犹豫的 因为林布的知名度并不是那么的高 林布是北宋时期的引译诗人 著名的典故梅西赫兹 就是出自他的经历 林布一辈子不肯当官 也不娶老婆 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 跑到西湖边 山在孤山上造了个小房子 种了很多梅树 还养了两只仙鹤 悠哉悠哉 林布自称以梅为妻 以鹤为子 于是就有了梅妻鹤子的说法 沈霍在梦西笔台中记载道 林布隐居杭州孤山 长旭两鹤 纵之则飞入云霄 盘旋久之 附入笼中 不常犯小品 游西湖诸子 有客之不所居 则依童子出英门 颜客座 围开龙送贺 梁久 不必照小船而归 盖长以贺飞为艳艳 千贺充当了消息树的角色 林卢有一首诗 名为山源小梅 其中一句 书影横 血腿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不仅把幽静环境里梅花的清影和神韵解决了 而且还把梅品 人品融汇到一起 被誉为千古永梅 绝唱 这也是林卢当选代言人最重要的一个砝码 事实上 有资格代言梅花的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南朝诗人暴照 暴照有一首不那么有名的诗《梅花落》 是诗歌史上最早作语梅 花人文内涵的诗歌 另一个是南宋诗人陆游 陆游关于梅花的诗词作品足有百多首 恐怕是写梅花最多的文人 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古蒜子永梅 意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 更注风和雨 无以苦争春 一任群芳度 凌若成你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 蓝代言人屈原如雷贯耳的屈原 在作品中写的最多的植物就是蓝 在黎骚 九歌 九章 等许多诗篇中 屈原都写到自己如何姿兰 佩兰 任兰 谦兰 意兰 反复吟唱 不强求去理解那么多生辟字的含义 反正记住一点 屈原跟兰花杠上了 最出名的当属黎骚骚中的 互将黎语辟之息 任秋兰以为爱 屈原用兰花作为身上的小挂件 显示 自己品德高尚 洁身自好 不和世俗同流合污 此外 鱼骑自兰之九万兮 又树慧之百姆 不与马于兰高兮 持交修 且烟止兮等 等 在屈原的笔下 兰花式君子 德行高洁 屈原不断地借助兰花 来强化凸显自己的人格 除代言人正谢 正谢就是正板桥 杨朱八怪之一 这个代言人的当选 也有一番挣扎 最终 让大嘴做出决定的 是正板桥那首著名的主使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源在破眼中 千磨万机还尖静 任耳东西南北风 正板桥通过 歌用立根破眼中的敬竹 表达了自己 绝不随波逐流的情怀 正板桥画竹是一绝 清代学者向传 说他一生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在围主传神协影 他自己也说 四十年来画竹之 日间灰血夜间思 荣凡肖尽流轻寿 画到生识是熟识 正板桥通过细致观察和创作实践 提炼出眼中之竹 胸中之竹 手中之竹的理论 算是画竹方面的极大成者 如果不是这首诗 大嘴最初的选择是苏东坡 苏东坡很喜欢竹子 宁肯不吃肉也要有竹子做 半 在乌前僧绿云轩中说 宁可食无肉 不可拘无竹 无肉令人瘦 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 吃俗不可依 苏氏还发展了画竹的方法 纯用水墨渲染 为画竹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此外 竹林七贤貌似也有代言的资格 算是组合代言 菊代言人陶渊明 陶渊明一生爱菊 与菊结下不解之远 采菊东底下 悠然见南山一句诗 就此奠定陶渊明菊花代言人的地位 陶渊明的诗作中 出现最多的职务就是菊 秋菊迎原松菊游存芳菊开林药 秋菊有加瑟等诗句 实实在在的说明他对菊花的钟爱 冷淡之曲 隐一之风 卓尔不群 清风高节 说的是菊花 也是陶渊明自己 不过 陶渊明是著名的田园诗人 却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庄稼把士 他在归人田居中写道 陈兴里荒惠 带月和除归 早出晚归试弄庄稼 结果呢 草圣豆苗 西野草丛生 比正井中的豆苗还多 幸亏菊花好打理 还有野菊花啥的 如果是娇贵的牡丹 估计陶渊明根本种不活 呵呵 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你们心中梅兰竹菊里想的代言人是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